今天可以在这个小白信给大家开始打爆发火了 现在这个小白信他量不是很多 所以说每天可能要限量一下 因为他现在熟的话都是从外面开始熟 对只熟了一点点 每棵树只能在一点点 对 他不是全一下子全部熟的 对 而且这个小白信他和其他水果不太一样 他像每家的话可能就有个几十棵树 所以说每家可能每天在的话 像那种小桶可能也就摘个 摘一点点 摘一点 这个湿地桶就不少了已经 对你看这个很难摘到一天就摘一点点 在一个上午就摘一点点 对 所以说开始我们可能要这个 库层要先量一下 每天可能就上一点点先吧 对 如果说没有拍到的网友 你可以等到 等第二天 等第二天再看一下 对对 每天因为要限栽限发 对 每天熟的就是后面的话会熟的多一点 到时候就可以库层可以多一点了 现在的话是上面还稍微少一些 现在 都要爬到很高的 而且都是一般都是上午摘 下午就不摘了 你看这一棵树上 下面的还没熟 下面的很多没熟 他们只能爬高高的爬到上面去摘 底下这些还是绿绿的 只有尖尖 熟得多一些 现在就熟那种就外面晒到太阳的 还有秋天天上的那些 就是先摘 对 所以一天摘不了多少 你看它 摘了好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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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就摘这一点点 这个成熟度感觉还可以 所以说摘的比较慢 小白鲜和其他水果还不太一样 对 这摘了多久了 这一框摘了多少分钟 摘了多久 摘了一个小时 只要一个小时 这棵树 树尖尖上摘完了 要换一棵树 只能在上面 这棵树要等两天 它又开始熟 一天熟的一天比一天多 它熟的很快了 一天一天的 摘下来也是 所以说也不能放太久 摘下来就立马发抖 其实这小白鲜一天一天熟 它从现在开始的话 也就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对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就没了 因为它像还有树里面的是吧 树里面的是到最后的话 基本上就没发债了 那个地方 对到最后期那会的时候 高时可能不好运输了 它是从里面往外面熟 我听他们说 后期是后期的发不久 容易坏 它就不好发货了 运输了 所以这小白鲜的东西真的是很难当的 很娇贵 这个梯子你敢爬吗 爬着看看 这果然梯子 比爬瘦方便 站上去怎么样 害怕不怕 真的很慢 再几个 想吃点好水果不容易 爬上去摘下来了 你看这种多好 是吧 这种成熟度又发货 真的很好 收到就很好吃 这家种的比较多一点 应该感觉上比较多了 升降梯可以 第一次见这个果然里面的升降梯 这个梯子好 这个可以 这是个三轮车 我才发现这三轮车 然后给升上去 好方便 这个好 这个好 里面家有多少棵树 听不懂 不多 应该有几十棵树 就是在燕子里面种 就是他们燕子里面的树 它不像不像其他水果 一个大果然 一个大果然的 它都是配合着其他中间一起种的 这三轮车可以 第一次见这种 这种三轮车 怎么上去的呢 人再先站上去 然后慢慢升上去了 羊的妹妹叫了 你看他们的 看他们的燕子格局很好 你看 这是房子 有一个大大的葡萄架 你看 这样子出去就是果园 对 哎呀 太幸福了 对 我们 我们那个院子就差一个果园 有没有 对 只要是挨着房子那么近 很舒服 很舒服 看人家的葡萄长这么多 长这么快 羊饿了 看到吃的全部跑了 看到吃的全部跑了 割这个芦苇回来给他吃 好幸福 感觉 他们都摘杏子过来了 我们在这边村子里面找了一个点 在这边他们摘的杏子拿过来可以在这边打包 这个熟一点 这一桶有点太绿了 这有两个比较极端的 又绿又绿的 对 绿绿的 太绿了 像这种太绿的太绿的太黄的都不行 他们这个采摘的标准跟我们的收的有点不一样 他们拿到别家去看看 对 让他们摘 摘诚实度 又来了一个 看一看这一家的 太轻了 再熟一点的 大哥 太轻了 他们这太轻了就摘了 这种太轻了 再熟一点的 在这种 他们想着早点摘下来都摘好多新的 所以我们要挑一挑 要挑大差不多熟一点的 这一款感觉好一点 太熟一点的 我妈今天有吗熟 没有吗不熟 对 要熟的 让大家改一改 对 让他们再熟一点 熟到我们熟 太深了就不熟 只要熟的我们就熟一些 对 然后熟的来看上了吗 这样的好一点 我们跟他们这边 他们语言不通 所以必须要找一个待饭 本地人他们会沟通一下 所以你看他们摘的杏子 有些就是他们 很深就摘下来了 熟的也摘 就是这种的话就很难去要 最少要八分熟以上吧 而且这种打下去 它齿号就特别高了 现在一大早 还没有怎么收到这个杏子 刚刚只收了一桶 打包了一点 他们在这里先吃饭 嗨 嗨 你好 你好 好 听不懂 他们这一家的成熟度 摘的还可以 就给它收了 看一下有多重 称一下看看有多重 等一下记一下 这个杏子不好打包就是什么 你看这一趟收的 是熟的比较多 熟的比较多 那种全黄的也得挑出来 你看像这种 像这种全黄的 已经熟过头的 这种已经熟过头了 这个可以 这个可以 这个刚刚好 这个可以打包 这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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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给大家发的 就是基本上都挑八分熟以上的 发 对 尽量挑八分熟以上的 大家如果收到货 有一些可能是说没有那么黄的 大家可以放长温的 给大家就是放上个两天左右 对 放长温了 不要放冰箱了 嗯 放黄了 再吃就好了 对 这个小百姓打包 都是要一个网套 一个网套 然后套着打包的 所以说打包的很慢了 一天的话打包不了多少 一天一个人也就打包个一点点不多 嗨 你好 甜吗 甜 他们好喜欢拍照 我看我在这里拍 他们就直接给我摆pose拍 好搞笑 就是跟他们比数字 要写的 他们听不懂 买买鸡是不是塔玛 买买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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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普通话要好一点 200米 你们家种了多少 种的吗 有多少个镜子 13亩 13亩 13亩的镜子 哦 他们有13亩 他们每家每户 就10亩左右的那个原则 就是零产人中的 切很多颗很多颗 对 自己家里种的 这个已经发热 然后已经有点变色了 这种了 这种是成熟度 已经达到了 最好吃的 这种 像这种应该能达到多少 这个糖能达到多少 20多个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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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种就属于八成熟 但这种是发不了货的 这一发就坏 快点出来 要想吃到这种成熟度的 就可以放一放 这看看有多少糖 看看鸡膀和这个一样 24.6 24.6个糖 看一下我这个 就是完全成熟的话 地方就这个糖 看一下我这个 我感觉我这个更甜 我感觉我这个更甜 不是这个盖子 这种发展的 这种好吃 这种的话就没法发快递 对 自收到放一放 我的大地有个24个感觉 25.5 我就说比他那个还甜 看了我就看得出来了 天啊 收透了 这个 天啊 不腻 带点皮吃的话 就带点微酸 对 你要但吃果肉的话 你觉得很甜 加点果肉的话 吃上去 加点一个有点酸味 刚刚好 就是风味做 这个是我跳出来的 我让他们按照这个标准 来 来跳 来装 这样子 对 就是不能太熟 也不能太深的这种 收到货的话 会成熟度要好一点 对 就像这样子 成色 这样子 对 不轻 就是泛白 然后又有点黄 这样子 这样大家收到货以后 发红的 就是软黄的 就是会比较多一些 口感会比较好 反正 这个都不能保证收到 血缘不熟的 太熟了 发过去都会坏的 对 但是就这样子 也不敢 就是性质的东西 也不敢跟大家保证说 一点问题都没有 有可能哪里就是天气 可能 过高了 什么之类的 也有可能出现 有一些磕碰 就是破皮的这种现象 都有可能的 就成熟度太高了 有可能 大家有什么问题以后 大家出现什么问题 第一时间连续我们就可以了 对 对 你在吃啥 你要加点什么料吗 辣椒粉包 你这是从广西带过来的吗 对的 真的啊 真的假的 这是汉堡的粉包 广西的酸椰是吧 对 我试一下 拿个绿的试一下 人家是杏子 被你当成理智吃了 我拿个绿的试一下 你尝尝看 没有绿的 没有 广西的吃法 好吃啊 不错 对 你就这么挑轻的吃是吧 挑轻的 就带点酸 带点辣椒粉 好吃是吧 对 这个酸一点 配一配看看 叶酸配这个辣椒面 越好吃 你看 有那个酸不酸 它这个辣椒面里面没有糖 不好吃 对 要有点甜甜的那种 对 就是粉里面带点糖的那种 我们那边蘸酱油吃 你有没有蘸酱油吃 谁在那里蘸 在那里 蘸酱油好吃 是吧 拿理智来蘸酱油 理智蘸酱油 对 理智蘸酱油 拿这个来蘸酱油 是这个 我们车上有我们车上有酱油 你要不要吃吃 不 这个不够酸 酸的拿来蘸好吃 要清芒果 对 来 把这个杏盒砸来吃吃 不要浪费 杏盒一会儿 哇 你清点了 没法吃的 你看这杏盒是白的 要不你打点杏盒录吧 好 要不打点杏盒录 好不好 嗯 甜甜的 你也打烂了 力气太大了 你的力气太大了 甜甜的好吃 小白鲜鲜 嗯 好吃 吃点杏肉加点杏糊 搭配会比较好 很甜 他不是那种苦的 对 小白鲜的杏盒 他是甜甜香香的 甜的 可以吃的 像那些苦的就不能吃 对 但小白鲜的杏盒 他是甜的 嗯 外面太热了 我们把大白跟狗狗白 放在他们这个一个小屋子里面 这里面还挺凉快的 车上 车上也热 在这里 大白这里睡着 这里守着了 这个 看人家狗狗白 狗狗白给我们放这里了 哎呦 狗狗白 他下蛋了 他在这里下蛋了 刚刚给他套了个袋子 让他在自由活动的 他 他在这里一直在这里 在这里叫 然后感觉他下蛋了 就把那窝拿过来 他果然在那里下蛋去了 下完蛋了再放他出来玩 哦呦 这个供绿 一眼看过来全是绿的 这个青梅吗 青梅吗 这个绿 太绿了 吃吧 再熟一点的 我们要熟一点的 这个感觉熟一点 听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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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种 都要有点发青了 太熟了 全黄了 这种就不好记了 这种要挑出来 太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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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